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任职三年没特休,加班费短少又被减薪。 台湾汽车货运计仓储业产业工会接获桃园一名劳工投诉后, 戴维向桃园市政府劳动检查处申诉,却接获回韩城难以保密处理, 还写道请填妥检举书并勾选,不保密方式处理。 工会直批,事项喊人被秋后算账。 劳检处今天则回应,因为该公司员工人数很少, 直接击查一让雇主察觉检举人,回韩的用意是确认及提醒, 是要保护劳工,而非拒绝击查。 台湾汽车货运计仓储业产业工会秘书王浩说, 工会接获劳工投诉说,桃园某公司一直没有如实发放加班费, 任职多年从没被准过特休假, 写提报的劳健保,退休提拨金额与实际薪资不符, 更有片面减薪变相逼劳工离职的行为。 以违反劳动基准法多条规定, 工会三月底代为向劳检处提出举发, 但劳检处回寒却指, 申诉事项显示个人权益事项, 难以保密处理, 就填妥检举书并勾选不保密方式处理, 不保密就不能劳检吗? 王浩不满地说, 劳基法又吹上这条款, 就是为了保护劳工不被秋后算账, 劳检处的回函令人难以理解, 怎么会要求当事人勾选不保密检举, 且保密与否根本不妨碍劳检, 劳检处却拖拉至今, 劳检处解释, 无论劳方决定要不要保密, 劳检处都不会向资方透露检举人身份, 也会透过大范围抽检来避免雇主怀疑, 但此个案公司的员工人数很少, 因此才回函提醒工会, 因为劳检处一旦展开机查, 雇主很容易察觉是谁检举, 希望获得劳工首肯再出手, 这是基于保护劳工的立场, 以免秋后算账劳检处强调, 如果是进行工作环境, 一例一休等普遍性稽查, 劳检处可立即前往, 但此案涉及个人权益, 薪资等事项, 一展开机查就很难不被雇主察觉检举者身份, 是否仍与工会沟通中, 绝非不处理。